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IOH個人經驗平台分享講座 那這次我的講座賣點主要是由對於打破的旅館系的 就是相關認知還有我的個人經歷分享是關於我的實習跟我的系學會 然後最後會歸於就是我的整個心態的總結 那這次是我的目錄,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主要會介紹的是我是誰 來自哪個學校,來自哪個科系,那這科系大概在做什麼 還有這幾堂課,然後還有課外教 然後再來是我的實習經驗,然後再來是總貴的心得跟分享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停下來看,那之後會繼續開始往後講 好,先來到我是誰,我的音樂名字叫做JOHN 那在提到我是誰之前呢,我會先提到說態度 因為態度是一個後天的東西,它是一個人生的選擇題 它沒有所謂的是非對錯 就是這件事情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之後 你做什麼事情,你自己的態度是什麼 會導致你自己的結果是什麼 所以在認識自己之前,請先認識你自己的態度 那我是誰? 我是來自旅館管理系的周志杰 那我可以是一個平凡無期的學生,也可以是風靡校園的公正人物 在大學的我,我去競選的旅館系的學會會長 那這在後面之後會提到 那我因為個人是比較外向活潑 喜歡交朋友,所以我想要說 我想要做一件事是讓我大學是非常 跟別人不一樣 不想要有一個平凡的經驗 然後我又想要說,嗯,勇敢的闖一下,認真一下 所以後面會講到說,我為什麼會競選旅館會會長 那什麼樣的事情造就了今天的我 主要是因為家庭的意見分歧 在當時的家庭是 家裡都覺得說,男生應該去讀理工系 可是我對於資訊,對於理工是非常的沒興趣 可是我對語言就是特別的有興趣 可是家庭的風氣當時候比較偏向於封建思想 他們覺得說,男生應該去做理工 不能去讀光光會沒前途 可是我就想打破他們這個思想 在我媽那邊的思想是 因為我爸媽從小離婚 然後我媽的思想是 她很堅持,她很支持我去做 我想要做我任何事情 就是,只要你想要做 那她希望我一次就做完 不要說你親眼的放棄 她覺得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我覺得家人是在我們生命中 佔著很重要一部分的人 再來是,為什麼會經歷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因為經過就是我剛剛講說家裡的衝突之後 我有試著去跟我爺爺說 我覺得我可以讀光光 光光之後可以帶來給我的好處是什麼 而不是男生永遠只能讀理工 從理工才能得到一個好的成就 我覺得光光對服務也可以有好的成就 那經過百般的說服之後 我得到家人支持 因為家人覺得說好,那我支持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可是你要給我 就是拿出一些回報給我們看 讓我們看說你在光光這個行業 所以你可以得到什麼 你毀了是什麼 再來就會提到說 我為什麼來到了就是觀光事業課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你想要成為別人眼中的你 還是想要成為自行眼中的自己 當時我就是不想要成為就是家裡眼中的男生 就一定要去資訊理工 所以我想要成為自己眼中的自己 我要順著自己的心 我想要因為自己想去哪裡要去哪裡 那我不想被局限注 所以我才選到光光事業課 在高中的時候有餐飲課跟光光課可以選 為什麼我沒有選餐飲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餐飲比較偏向於是做菜跟餐廳服務的 這局限太少了 可是觀光事業課 你可以選到關於旅館啊 旅遊啊跟航空業 他學的東西比較廣 所以我會選擇觀光事業課 是因為我不想被 不想把自己局限在一個地方裡面 再來會提到我的高中模組 在我高中的時候有三個模組 一個是餐飲服務 一個是有程規劃 一個是導覽解說 那當時就是餐飲服務部分 就是很多人去選 那餐飲服比較偏向於是餐廳的擺設 餐廳的服務 那有程規劃就像一般旅行車一樣 就是會設計一個有程 然後出來宣傳你的有程 然後讓 就是讓老師們去評分說這個有程的好 跟可以給哪些建議 那導覽解說是當時比較沒人選的一個模組 可是我覺得說導覽解說是一個很特別 很有挑戰性的模組 為什麼呢 因為導覽解說是要讓一個人在短時間之內認識一個陌生的地方 像是你要如何告訴一個客人 這個地方好玩 可能是在台北的某個地方好玩 你一定要有親身經歷或是你一定要夠了解 你才能分享你的經驗給其他人 不然你是沒辦法說服別人的 那有一次就是我選擇了導覽解說 那我有一次去全國 去參加全國記憶競賽的經驗 那當時的主題是孔廟 當時候我就是為了比這個賽 那我去孔廟拜訪廟祖 去了好幾次 然後去詢問說孔廟歷史 孔廟的建築構造大概是什麼 你從這次經驗的時候我才發現說 原來導覽解說其實它不只是一個了解這個地方 它還是對於每個人會提出來的問題可能會不一樣 可能你今天來到一個孔廟說 那請問廁所在哪裡 你可能不能只知道說孔廟歷史孔廟建築 你可能連孔廟周圍的東西你都還是要知道 因為你畢竟是來講解這一塊地方 而不是一個點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工作 這也是為什麼會影響到我為什麼會來選旅館 那再來會講到我的求學過程 當時就是我是想說 嗯哇我想要考高餐 因為高餐是餐禮卷第一學府 那為什麼會想選旅館 是因為導覽比賽的影響 是讓我覺得說嗯 旅館應該是我想要的 那在我的求學過程是誤打誤撞還是奮發向上 在高一高二的時候 其實我是有點茫茫當中 是我根本不知道是我自己要去哪裡 可是在 高三的時候我想要說 嗯我不應該是這樣過生活 我既然都選擇觀光科 那我是不是應該 朝著我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努力 所以高一高二的時候 我是可能是懵懵懂懂 可是高三的時候我是很努力去讀書 不論是英文國文數學什麼東西都好 就是努力去讀 徵求你自己想要的門票 再來為什麼我會選擇來到旅館系 而不是餐館或是旅運 因為我覺得說餐館 來餐廳的主要目的很明顯就是來用餐 跟享受你的服務 而沒有其他特別的 那去旅運系 旅運系主要是設計在郵程規劃 然後出去帶隊 林隊啊導遊之類的 就比較偏向於旅遊旅玩 可是在旅館 為什麼我會覺得旅館挑戰性比較多呢 因為旅館來一個旅館 這個人可能是因為住宿 或是這個人可能只是來接廁所的 這個人可能是來問相關旅遊資訊 可能問台北哪裡好玩 台中哪裡好玩之類的 你每天遇到的問題都是不一樣 是非常有挑戰性的課程 所以這跟我的導覽解說 當時候感受是一樣 所以我選擇來到旅館系 那我就是有覺得是 服務就是天性 我覺得服務就是天性 是我天生的本命 那為什麼 接下來我會講到說 為什麼我會覺得 有一次是 我去餐 就是我跟我朋友 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那個餐廳服務生 老闆就端湯來 可是他的手指頭插在湯裡面 然後我們就說 老闆你的手指頭 老闆你跟我說 喔沒關係我不會燙 老闆重點不在於你會不會燙 而是在於是 你今天提供給客人的東西 如果 你今天是身為客人 你看到這個東西 老闆的手可能 剛處理過豬肉之類的 並沒有洗乾淨 然後 就算洗乾淨 又擦在你湯裡面 你還會想喝嗎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服務就真的只能這麼的 輕 輕服隨便嗎 而不能有更好的流程 或是更好的服務態度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例子是 就是關於我去民宿 一樣是跟我的家人去民宿 那時候我們去民宿的時候 我就去問民宿老闆說 喔那附近有什麼地方可以好玩的嗎 我們第一次來 可是民宿老闆 應該不是老闆 應該是公讀生跟我說 喔我們這邊只提供睡覺的地方 我們並沒有提供旅遊相關資訊 如果要的話請自己去Google 我想說旅館不應該只是提供睡覺的地方而已 應該還可以做出更多的服務 讓別人來住的時候會更開心 那接下來會講到我的學校 是我的高雄參旅大學 然後大家都簡稱高參 那跟大家科普一下說 高參的基本是什麼 是參旅局的第一學府 是針對於參旅相關行業所設立的學校 它的每個行業都會相當的仔細 那也是最在意環境整潔的學校 像高參有個習俗就是勞作教育 就是帶一個大二的同學 每天早上都會起來勞少 來清潔校園的整潔 那它是零學分的 那再來也是大學界的唯一清流 你永遠不用煩惱說上課要穿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就是有一套制服 那後面會減少到制服 那大家對於高參的刻板印象是什麼 就是一般人眼中的高參是什麼呢 讀高參煮菜都很好吃 沒有 我們是各有專長 像我們有什麼專長呢 我們總共有分四個學院 像餐禮學院 觀光學院 國際學院跟廚藝學院 那做菜比較好吃就是我們的國際學院 像我個人讀旅館系 就是在我們的餐禮學院 再來是上高參都是聰明的人嗎 沒有我們只是比一般人更加的努力 然後再來是用一句話形容高參的話 我會覺得是麻雀雖小五張俱全 雖然從前門到後門走路只要十分鐘 但該有的都有 你想吃東西就有可以吃 你想要有圖書館的資源 你就有圖書館的資源 你想要走路遇到老師就很容易遇到老師 你不要覺得說高參走路十分鐘而已 但他真的該有的都有 有草皮有樹有水 什麼飲水機啊設備啊都非常的齊全 再來是關於地理位置 是在高雄捷運站紅線的最底站小港站 那怎麼到小港捷運站到高參呢 是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是搭紅衣公車 車程大概約15到20分鐘 第一個是搭計程車 車程約5到10分鐘 價錢大概100到120之間 第三個是租借bike 就是高雄市政府也有一個腳踏車可以租借 那車程約10到15分鐘 然後30分鐘之間是免費 但騎腳踏車要特別小心 因為在小港地區砂石車比較多 那再來學校特色有什麼呢 有我們的京城清浦 京城清浦主要是一年級的宿舍 那京城樓是給男生住的 清浦樓是給女生住的 那一年級就是會強迫你住宿 是因為有一些想要訓練學生的紀律性啊 守時性啊跟團隊合作 那我們就是每個禮拜都會固定兩次的房檢 房檢檢查 就是會訓練同學的機率性 那也會在宿舍辦起活動 像是什麼 躲逼球杯啊 就是類似的活動會可以訓練 就是宿舍的團結性 再來是我們的美食天地 在高餐永遠不怕會餓死 因為我們在高餐有很多活動 像各廚一類課有烘焙系的烘焙坊 西廚的披薩屋 還有一些專業的課程像是品酒教室 再來是知識的源頭 應有盡的圖書館 在七樓呢你可以想像是 有討論室又可以看漫畫 在一樓有非常多的影片可以租界 而且都跟得上流行 而不是就是之前那些影片 就一直讓人看而已 像是最近跟得上流行是 連復仇者聯盟的影片都有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學校圖書館應有盡有 如果你想要讀多一 其他樓層也有多一的書 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覺得學校圖書館做的真的非常的好 再來這個學校有個特別的地方 是系學會帶領社團 其他學校可能是社團部分會玩的 比系學會還要兇 可是這個學校主要主張於系學會 因為我想要讓學生訓練說 一個系上你要怎麼去凝聚大家 然後怎麼讓學生去組織去辦活動 所以這跟其他學校往往不同 再來是我們的服裝衣容 高層有特點的服裝衣容 他有服裝圓容原因是因為想要塑造出專業的象徵 像是我們有制服還有運動服 那儲力類科有儲服 那旅館的系有管家服 那餐飲或是無專的會有服技服 這些都是塑造出一些專業的畫的象徵 就是讓別人出去說 喔就是高餐的學生 因為只有高餐有制服 所以讓別人知道說 其實高餐學生都是專業的 再來社會對高餐生的期待會有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社會的認知是 對你的表現會比一般的實習生要求更高一點 還有語言溝通應該都很流利吧 或是你是高餐生所以你應該都會吧 或是你很容易被放大檢視 你可能做錯一件事 兩個人 他跟一般實習生 或是你做錯同樣一件事 可是你比較容易被放大檢視 但以上這些呢都可以讓你們快速的正成長 就可以你可以讓自己知道說 更快知道說 喔我做錯哪裡 那我應該怎麼改進 或是你覺得我都會了 那我就要趕快學會給你看 不要就有壓力 而是你可以因為這個 而可以讓自己快速的成長 再來就是未來就業 我們有設置兩個活動 一個是校園真才 一個是就業博覽會 那校園真才部分主要是大二級 家出去實習的同學 去做的一個活動 那校園真才又有分基因計畫跟一般實習 那基因計畫部分是會確保 這是一個單位需求去輪調 可以去輪調的 那一般實習是較固定的實習單位 可能像是房務部一年啊 或是旅館的服務中心一年 或是半年的房務部半年的服務中心都有 可是基因計畫是相對你可以去輪的比較多 可能你今天在前台做一做 你想去總機輪調 你可以向主管申請 你想去check-in的櫃台去輪調 你也可以去申請 基因計畫的好處是好在這邊 還有如果他通過基因考核過後 他每個就是薪水還會再加薪 那再來是校園偵查還有在國外的部分 像是新加坡啊美國啊加拿大 那美國跟加拿大主要會先 以上語言學校之後 才會讓你到業界去實習 那新加坡的部分可能不會都局限在旅館 可能也有餐廳也有酒吧 也有在旅館的房務跟前台 這是非常有趣的 再來是就業博覽會 就業博覽會是針對於是大肆即將就業的 學長姐們去做的一個活動 那再來是介紹我的科系 我的科系就是旅館管理系 那一句話去招惹旅館人的話 就是你們旅館都只會鋪床嗎 沒有我們除了鋪床之外我們還會迎賓接待 甚至是學到我們的管家服務 我們對後勤的課程也不會少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是旅館系都只會鋪床而已 當然是要去旅館工作英日文都要很好嘛 我只能說英文是個國際的語言 是基本必備 當然有個能力好不好去決於 自己有沒有想要再進一步的學習 如果你想要學法文學韓文都可以 這是靠自己去努力的 再來跟大家克服一下旅館有分什麼 旅館有分很多部門 有我們的前台我們的房務有我們的後勤 那旅館前台的部分就是有分禮賓接待 入住櫃台跟管家服務還有總機 那禮賓接待主要是就是修改定位啊 然後餐廳定位啊 行李接送啊 旅遊服務資訊交流 在旅館 禮賓接待就等於是服務中心 它有一個稱號叫做旅館外資直通 就是你被客人問問題的時候 你不能被客人問到 你不能跟客人回答說 我不知道這要怎麼去 你可以自己去嗎 而是你要幫客人設計很好 他問的問題 他可以是怎麼 就可能是說 他今天想去一個地方玩 那你要怎麼幫他安排行程 那那個地方有什麼吃的 這些東西是你都要知道的 所以通常會透過網路上的推薦 或是你自己親身盡力 去給客人做分享 再次入住櫃台主要是 客人check in的時候 管理他所有的錢 他所有的房賬 這個房間會付到房費 那還有就是第一時間處理客所 客人有問題打下來 都一定會先打到櫃台 那櫃台一定要很有邏輯性的 第一時間就是把它處理掉 像是客人說 如果我房間需要加一張床 那你可以幫我加 或是你遇到什麼問題 你一定要有邏輯性 冷靜思考 然後馬上回應給客人 他想要的答案 再來是我們的管家服務 他比較偏向於是 不是每一家旅館都會有 比較偏向於是四星五星或是商務旅館才會有的 他是24小時隨時待命 然後滿足客人的需求 然後熟悉顧客之下 可能這個客人吃飯的時候 他不能吃什麼東西 你一定要去熟讀客人的個人資料 然後如果是客人半夜要吃東西 你也要就是半夜起床幫他服務 雖然這個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管家很累 那這樣24小時隨時待命 可是 他相對的成就感也會來得非常高 因為你會認識到一個非常好的熟客 那熟客下次回來找你的時候 就是一個回流了 再來是總機 他是一個看不見的第一線人員 他必須要有溫柔的聲音裡面的腦袋 總機會接到很多電話 來自問 就算他今天心情可能不好 可能就是跟家人吵架 或被女朋友分手 可是他就算 因為這樣種種因素 他接到電話的時候也是要一個溫柔的聲音 他不能把他個人的情緒 帶到電話上 還有一個靈敏的腦袋 可能是今天客人說 我的房間需要加水 那加水的部分 他一定是聯想到我們的房務部 那他就是可以直接把電話轉給房務部 或是他幫客人說 好沒問題 我們等一下請同事幫你送上去 把電話就打他給房務部 跟他說幾號房可能需要加水之類的 再來是房務部分 喔不好意思 再來是房務部份 主要是針對於保姆服務 食物招領跟基本診床 保姆服務就是主要是 比較特別的是 是在房務服務這一塊 大家可能對保姆服務的印象是 喔可能是給前台比較會有 就是相關經驗的人做 可是 保姆服務在這一塊是 歸屬於房務部做的 因為他們除了基本診床還有 書道領之外 保姆服務是他們最會的東西 再來是關於旅館後勤 主要分為三大部門是財務部 公關部跟業務部 那 對啊 對於旅館後勤的迷思一定會有說 喔如果我在旅館做這些部門 那我出去是不是也只能做旅館 不一定 像你做旅館的財務 你就不能做其他間同公司的財務嗎 一定也可以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大同小異 你去公關也是 你可以去做其他公司的公關 你去業務 你可能之後去賣車或是賣保險 都是可以的 他的相 就是格式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不要覺得說 你做旅館永遠只能做旅館 那 相似的旅館比較 那我們來看看有什麼 大概相似的會有 Airbnb 休閒度假旅館 休閒親子 跟國際連鎖品牌 那Airbnb部分是 就是在世界各地 你只要有房間空出來的話 你就可以出租 是透過網路來出租 跟以往的民宿都不太一樣 那Airbnb部分 就是比較偏向於你個人製作 就不會說什麼 喔我今天來到Airbnb 我希望你可以幫我送行李 我房間沒有水 我希望你可以補水館 或是 我房間今天要整理 請你幫我來整理 他比較偏向於個人自行自助 就是我只提供你這個空間 然後 這個家的鑰匙 那你可以幾點回來 然後大概幾點之後 不要太吵 因為可能附近有人之類的 那再來休閒度假旅館是分為 就是熱門的度假景點 或是利用各地資源做活動 像是墾丁啊 是熱門度假景點 或是澳門是哪裡 熱門度假景點 都會有一個度假旅館出現 或是利用各地資源 像我舉個例子像 郊溪 郊溪有溫泉 所以郊溪島也就是利用這個溫泉 去做旅館的 所以陸下旅館主要是針對於 大人們出去放鬆 而設立的 再來是休閒親子旅館 主要是 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 小孩子 是讓家人帶小孩子出去玩的好地方 那親子旅館可能有什麼呢 房間內可能有溜滑梯 可能可以搭小帳篷給客人 的孩子 那可能客人的孩子想要什麼 可能需要一隻娃娃之類的 那他們親子旅館 是可以提供的相當到位 再來是國際連鎖品牌 大概是五星級商務 或是客製化的服務 那這邊會跟大家講到說 為什麼出去大家都會比較會選擇 國際的品牌 因為國際的品牌是重於服務 還有他們的品牌特色 比一般的旅館要求品質更高一點 像我舉個例子 像WW 就是比較一個新潮的飯店 那他的客人就是比較年輕化 那相對年輕化的時候 他們年輕化族群的客人 會比較覺得說 我需要什麼你可以提供給我什麼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 明明我可以花很便宜的錢 我要選擇W這個飯店 是因為他覺得來這家飯店 我可以享受到這家飯店的特色 他的服務會比一般的旅館都還要來得好 可能是我才剛check in 然後我可能需要什麼東西我都還沒開口 他已經先主動提供給我了 再來是一日旅館人 中盛旅館和做過旅館業會有職業變 就是我們會有期待的服務品質 我們會以客人的角度去體會同行的服務 有沒有哪裡可以去學習 或是可以去改善的地方 像我來舉例一下我的親身經理是台南香格里拉之旅 那這張圖片是我那時候去台南住台南香格里拉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不同飯店的然後也不同職位的人去看旅館 那我們會有什麼樣的期待跟想法 我們主要觀察重點有我們的櫃台服務中心跟房間狀態 因為我們剛剛照片裡面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在我旁邊的那個男生他是去房屋部六個月 然後服務中心六個月 所以他在房屋的部分也有學習過 所以他對房間狀態會相當注意可能是整潔的問題 有沒有細塵吸乾淨或是房間底下有沒有掃乾淨 或是房間角落啊有沒有特別不被注意到的地方 有沒有都做到清潔 那女生的部分都是在我們checking櫃台 所以他們會對checking櫃台流程跟他們的手續 會覺得去比較說跟我們飯店比起來會沒有什麼比較不太一樣的 那我本身是在服務中心之後我之後會提到 那再來是我眼中的旅館系是什麼 我覺得眼中旅館系是師資豐富 學生眾多 因為我們學生比較多 所以我們跟各班social必須要有一套 所以你對於自己的social上 你一定會有很大的成長 那師資豐富士老師都會寫一堆證照計畫給我們 像是有葡萄酒證照或是專業顧客服務國際認證 這些證照在外面考試都是非常貴 可能一兩萬起跳 可是老師會通過學校的計畫案去寫之後 你可能只要花幾千塊就可以考到相同的證照 所以我覺得說學校系上的老師是非常厲害的 再來是像內實習 旅館系有實習旅館 然後可以讓同學在進入業界之前 趕快了解到說旅館大概是在做什麼 它的營運方式是什麼東西 再來是系學會活動非常豐富 因為旅館系是佔全校非常大的系 那我們可以透過系學會來了解彼此 那系學會部分我在後面有再提到 再來是旅館四年的課程 有我們大一部分是主動於在基礎的服務學學 像是基礎理論或是進階的實作 那基礎理論大概有像是餐禮概論 這類的事會介紹旅館的起源 或是各地區猜測可能是四川菜啊 浙江菜或是哪裡的猜測 或是為什麼餐廳的起源是什麼 這些都是可以介紹說 讓其他外系可能是高中生可能是外系的人 來學的時候可以讓他們快速進入餐旅園對餐旅業的基本認知稀有的 在課程模組有大二跟大次 會針對兩種性質有不同的模組 那每年學識不同 可以參考一下學校的資訊 看還有沒有這些模組 像我這一屆是有模組的 可是到大四時候又是沒有模組 所以都是可以自由選修的 那有藍模跟黃模的部分 藍模是比較偏向於管理課程 視力管相關的管理 那黃模是前台服務跟客訴處 也就是偏向於前台基本的服務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藍模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黃模在前面前台的服務部分 是你可以親身經歷去學習的 而藍模在管理層面部分是 你無法說我想學管理 我就可以直接跳路去學管理 一定要有一定的基礎 才能去學習管理 所以當初這兩個模組的時候 我選擇藍模 但現在是沒有模組 所以我兩個都可以去選擇 再來藍模我覺得有個特別 特別印象深刻的課是 旅館經營策略管理 老師會針對於是 時事去探討說 現在旅館可能因為中美貿易戰 或是之類的影響到旅館有什麼東西 然後或是更新他自己的時事 去瞭解到說 以其他人的角度去看旅館 那會針對於旅館經營的方式去探討說 如果遇到這種事 旅館會怎麼樣的經營 那再來是旅館柚子服務 是黃模的部分 也是一樣是更新時事 但課題不會 永遠直極限在旅館 因為提到相關行業 在服務的時候 必須要怎麼去做 然後相反 反思代之去旅館 你在旅館的時候 你該怎麼去服務 那不論你選擇什麼 都改變不了自己本質 我剛剛講的那兩行課程 都是由同位老師所上課的 所以他可以既是服務的人員 也可以是管理層面的人員 那代表說 只要你肯學習 你永遠不會局限住自己是什麼樣的人 你永遠都改變不了 你自己的本質是什麼 所以不要把自己局限住 再來是大三會在外實習 那後面會提到我的實習經驗 那再來我的選課哲學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選課哲學是 有分四個導向 一個是發自內心想學的東西 像是品酒 或是興趣導向 像咖啡辣花 或是對未來有幫助的 是關於管理的課程 或是沒有沒關係 但有的會更好 就是證照相關課程 這是我個人的選課哲學 大概可以參考參考就好 再來旅館的未來出路 可以做什麼 有可以做旅館的相關工作 前中後台 中台部分就是指我們房務 那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樣的適合 那前台的部分 是需要EQ高 熱情服務 一定要非常熱忱 就是你對服務科 可能你今天遇到了不好的事情 你可能今天出門 遲到了 然後心情不好 可是你遇到客人的時候 你還是必須要表現出你的熱情 那訪問部分就是比較 因為主要是針對於診床鋪床 會比較刻苦耐勞 然後也需要願意付出 那在後期的部分就是要思考完善 那文書的能力是一定要有的 那我堅持是覺得適才適所 你適合哪裡就去哪裡沒關係 那除了讀旅館系 除了做旅館相關工作之外 其實你可以去做服務相關工作 你只要把你那個服務的熱忱 帶去任何行業 哪個行業其實都沒問題 絕對沒問題 只要熱忱是對的 你工作態度是對的都可以 再來是鄉系的科系比較 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我們的旅館跟觀光遊器系 觀光遊器系學的範圍比較廣 比較偏向於旅遊啊 航空啊 旅館也會學到 可是旅館本身是針對於旅館 這一棟去詳細的細講 而觀光遊器是比較學的東西比較廣 是他要學到旅遊 學到航空學到旅館 然後會比高中學的更深入一點 再來是高餐旅館系跟其他學校的旅館系 主要差別會在於是高餐去實習都是實習一整年 那其他的旅館系可能都是實習半年居多 那我們的社會期望值 社會對我們的期望說 收到高餐的實習生跟收到其他學校實習生 會比較喜歡高餐的實習生 那什麼樣的適合進入呢 就是對服務非常有熱忱 但是我非常喜歡一句話是 來自Riskalton 是We are ladies and gentlemen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中文是我們是 身世跟淑女去服務 身世跟淑女 意思就是有點像是說 你自己身為一個身世淑女的時候 你是客人 你希望服務生你有什麼樣的 支持對你什麼樣的服務 你就應該身為服務生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有相同的服務價值去回饋給他 而不是覺得說我今天是服務生 我三班好累 所以我就隨便來 不是 而是你要去體驗客人的角度 客人希望你有什麼角度 什麼樣的服務 你就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給他 再來是我累但我放棄嗎 就是儘管實習很累 我後面提到我的實習 就是大概會有說怎麼樣的工作內容 但實習一年下來工作 大概一定會覺得很累 但收穫多少會取決於自己 你經過一陣忙碌之後 你可能得到一個客人的發自內心微笑 你會覺得說 喔我覺得好像蠻有成就的 像我個人就是 就是我每次一整天可能上完班 我可能很累 前一天沒睡飽之類的 可是當我服務完一個客人 他是發自內心跟我說謝謝 他很喜歡我的服務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嗯我好像精神又回來了 因為我不會因為 我自己個人因素去影響到整個上班的情緒 我覺得是 就是一種 我覺得客人 他的微笑可以帶給你自己 非常大的動力 就是我個人 再來給學弟妹的建議就是 讀書跟實作 一定會覺得說 書來大學讀書 書一定要讀得好嗎 或是 工作一定要關於旅館嗎 如果你來讀旅館系的話 那這邊跟大家破解一下 在讀書之餘可以找相關的工作 我個人覺得說 你可以找你自己有興趣的工作 更加認識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方向 你可能真的不喜歡旅館好 你喜歡餐廳 那你可以再透過工作的時候 或是透過學校讀書之外 你可以去修其他系的課程 來瞭解說 你自己想要什麼樣的方向 而不是只極限 你是餐館系只能走餐廳 你是旅館系只能走旅館 你是旅運系只能走旅遊相關的 不一定 所以要趕快找到自己你想要的方向就好了 像是你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會教你很多東西 你覺得你都學到了 但你真的在業界遇到的時候 像我當時的情況是 老師叫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覺得說 嗯,學校我應該學到 我去業界 我一定可以全部做好 可是當我真的遇到客人的時候 客人問我什麼 我腦袋是一片空白的 我會無法把我學到的東西對上來 所以你在真實情況遇到的時候完全不太一樣 所以你一定要學中做 做中學 把你自己上課所學的東西 慢慢套進真實情況 這樣才是最有效益的 再來是關於這堂B上 我會介紹幾堂課 我覺得是非常必須要上的 一個是旅館 旅館系系內的參與專題講座 會找業界的人才回來 回來個人分享經驗 那這些都是從旅館系畢業的學長解 那我們找人 會不局限於在旅館工作 有可能是在餐廳工作 當上副理 或是在人資工作 當上經理之類的 他們的心路歷程 他們轉變的過程是什麼 為什麼可能從旅館跳脫到餐廳 或是從旅館跳脫到後勤的人資 也有個人創業的 那我這邊介紹一個 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個自行創業的學長 他就是一直失敗一直失敗 他失敗了三次 但是後來創業還是很成功 但他跟我們說 他每次失敗的時候都會毀高餐充電休息 會詢問老師的意見 詢問同學們的意見是說 我該不該朝這個方向繼續做 那我做了 我應該從哪裡去改善 他成功失敗了三次 但他從來沒有放棄過 他會一直在繼續成功 一直在試試看 直到他成功為止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精神 再一個是 系內的選修課程師去管個案的研究 會針對不同的事件 然後凝聚同學的建議 然後讓業界的人 還有讓業界的人回來分享 那這堂課比較偏向你是 美式教育 美式教育跟中式教育差別是 美式教育會開放同學的思想 不會限制同學說 喔 這件事是對還是錯 而是讓同學們去討論說 這件事有沒有所謂的對錯 或是這件事解決方法是什麼 而不像一般的中式教育就是 老師講什麼 你抄什麼 你記什麼 老師就是一直塞給你東西 你就是一直學 他比較偏向於美式 這堂課比較偏向於美式教育 但是我非常喜歡的教育風格 那這邊我們會有實地參訪跟業界回饋 我們可以去參訪飯店 然後還有我們或是請業界的管理人 回來課堂分享 那有時候會是邀請到不同 不是旅館的 從事旅館的前台或房屋的相關人 會告訴我們說 在相關行業你該怎麼做 他可以告訴我們一個跳脫旅館的框架 不要拒絕你 是你永遠只是在旅館這一塊 那有一個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 有一個飯店參訪 是我最近去參訪的是高雄福華飯店 那他飯店主要是推薦於清真認證 那清真認證是在於 有 清真認證的飯店是非常的少 可是他們可以做 把這個東西做到好 又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不容易 他們面對來自於不同的客員的人 他都非常重視的 還有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房間數跟房型 就是 你自己去業界實習過後 你就會去做比較說 這房間數大概多少 那房型的價位大概會是在多少 你會非常的了解 再來是跨文化管理食物 是瞭解不同的文化習俗 在交談或是貿易上的注意思想 那這堂課 主要是教我們談判技巧 可是你是跟 你今天跟阿拉伯人 或是跟印度人做談判的時候 你說語言上 你還應該要注意什麼 每個國家人都有一個姿勢特別不一樣 像是 東方人會比較偏向於團隊合作 可是西方人會比較偏向於個人主義 在於邀功這部分西方人會主動說 這件事是我做的 而東方人會比較謙虛說 這是大家一起完成的 那這堂課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心理遊戲 它算是一個哈佛的一個課程 它可以讓 一群不認識的人在短時間之內 然後可以透過這個遊戲讓你了解到說 你第一次跟這個人接觸 可不可以跟他做團隊合作呢 他這個人心機重重 會不會去害你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課程 大家可以去上 再次海外探訪是全校選修 我當初就是為了這個來高參 為什麼 因為海戰探訪可以自由安排行程 你想去哪裡跟班上的同學一起討論之後 交給旅行社再一起討論 像是你可以去美西去歐洲 大概都去十幾天 那你一生有幾次可以去歐洲 你可以想一下 很少次 所以海外探訪如果可以的話 就請一定要選他 然後再來是課外活動的部分 課外活動主要是系學會 就是我提到說 前面提到說我是系學會會長 是因為我想要幹大事 我想要讓我自己高中不留白 大學不了白不好意思 那為什麼會想要參選系會長 就是想幹大事 我不想只是當個平凡人 我特地來到這邊大學讀書 我不想只是當一個一般的學生 非常普遍的學生 我不想辜負家人讓我來這邊讀書 就是為了考一個學位 學評出來而已 我想要讓他們知道說我來這邊 我可以學到不同的東西 不用擔心我 那我其實在當會長的時候 我經歷蠻多的挫折 可是我沒有放棄 我會再次的爬起來 就像我講的是成功路上 往往有個絆腳石 但你要選擇跌倒就不站起來 還是你要重新整理之後再出發 在我經歷系學會的時候 我當會長的時候 剛上任的時候其實是非常的 不知道要該做什麼是沒有方向的 那面對很多學長姐的給建議的時候 我會非常錯的說 是不是我做的哪裡不夠好 想的不夠完善 但在這個過程中 我的系學會幹部們並沒有放棄我 是因為說我思考邏輯當時不好 就覺得說那這個會長就放棄他之類 他們很願意在背後一直支撐我 告訴我說你可以怎麼做會更好 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然後直到後來我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 就把整個系學會就營運得 不是說很好 但是至少比之前一年級的時候來得更好 就是思考邏輯更加完善 然後你可以處理的事情就更多 然後你會覺得說你自己 是因為有他們的相互扶持你才再起來的 你並沒有因為我失敗了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放棄 而是自己再重新整理自己的心態 再一次站起來 那主要有三個活動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第一個 修旅行是跟休閒系合辦的活動 是讓高中生更加了解旅館系 然後透過這個活動讓高中生提前進入高餐 然後就是體驗一下說高餐的旅館系在幹嘛 高餐的休閒系在幹嘛 那這個活動的回饋是 就是用不同的角度理解高中生的想法 可能他們對於旅館或是對於休閒 是非常不了解這個科系在幹嘛 可是可以透過這次的活動 告訴他們說 如果你來高餐的旅館系 大概課程是什麼 大概會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你可以非常 讓他們有方向說 我之後我是想來旅館系 我是想來休閒系 或是想來其他系 可以透過這個活動來了解 再來是心火相傳 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是 因為大二要去實習 那是由實習過後的學長節回來各飯店分享 然後 這個活動是 學長節回來分享之後 會讓學弟們開始找說 我自己實習我想去哪裡 可能是房貨部 可能是想去酒吧 可能想去前台 那這個活動是 回饋給我的回饋是 這活動當初也影響我的實習單位 對於工作上的認知 或是這個公司了解也非常多 所以這個活動 影響到我實習單位 那實習單位後面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再來是偏鄉關懷 那在偏鄉關懷這個活動上 是到偏遠地區 教導參與相關知識 那我們當時去屏東的一個偏遠地區教他們 那這個活動是 讓小孩子們提前 了解到關於參與相關行業 大概是做什麼事情的 讓他們對 勾起他們對餐有興趣 那回饋是 想想同樣的資源 為什麼時候 失去的小孩可以去 什麼高級餐廳用餐 然後去做旅館 可是在比較偏向小孩 他們能做的是 可能下課就是 玩完 玩完就是跑步啊 玩鬼抓人之類的 他們就不能接觸到 關於餐旅相關的東西嗎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 可以用我們自己所學 教給他們 讓他們從小就勾起 對參與服務的 興趣 那這樣他們之後 是不是可以 比較可以跟 自取的小孩去做競爭 對 再來是 戲學會在給我的改變 今天以上這件事情 我有很多的改變 可能是我的思想更完善的 做一件事情之前 我不會再很 衝動的去講一些話 或是衝動做一些事情 我是會想說 這件事情如果我做了 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出現嗎 那這個後果 是否我是也可以承擔的 對 這次是會讓我覺得說 思想方面 可以有更大的改變 再來提到我的實習經驗 是在台北園東的想個伊拉 那大餐實習 我去旅館的 服務中心 就是所謂的旅館萬事通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實習的部分 我分國內實習跟國外實習 前面有提到 那國內實習大家也覺得說 我在國內就比較沒發展嗎 或是我去國外 我回來就一定比國內人厲害嗎 我個人的想法 當初也是就決於國內跟國外 可是 我不去國外有兩個因素 是因為第一個是家庭的經濟因素 沒辦法讓我到國外 第二個是 我覺得說 好 如果我今天待在國內 如果我實力夠的話 我真的會被國外的人打敗嗎 我真的就沒辦法 就是贏過國外的人嗎 或許我自己可以很充實自己 國外回來的人 會的東西 我搞不好也會了 不一定 因為 局限也是我在國外才能學到的東西 我在國內學不到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我當初選擇國內的方法 國內的 實習 再來是經濟面試過程 這是心態很重要 在經濟 那時候我是去推真經濟面試 可是 那時候主考官在面試我的時候 其實 我有點小沮喪 可是 後來聽到我上的時候 我會覺得非常的訝異 因為在經濟面試過程 是當時候還要叫我英文自我介紹 那我自我介紹的途中 他就一直邊翻我的履歷 邊翻我的履歷 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 直到我介紹完之後 他剛好翻完 他就問我說 喔 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我就嚇到說 蛤 我的面試就這樣結束了嗎 沒有了嗎 是這樣 我是要被刷掉的意思嗎 然後後來我問一個問題之後 他說好 那沒事你就可以走了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喔怎麼辦 那我是不是沒上 我是不是 不被喜歡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嗯不對啊 我已經很盡力把我自己推銷出去了 那他不要我是他的損失 他損失一個很好的人才 我當時現在是這樣想 可是後來我還是上了 跟那些前面比起來 有人跟我說 喔他跟主考官聊得很開心 之類的 可是他並沒有上 所以 得失信證的不要放太重 你只要想著說 你自己是最好的那個 他沒有用到你是他的損失 在 會講到我的工作 我在 遠東服務中心的 時候我是擔任行李員 我覺得行李員像是 行走的百科全書 與客人接觸的第一線 因為行李員你是一個 會到處跑 任何地方的一個職位 可是 因為你到處跑 所以你會遇到很多客人 客人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必須要了解 他問的是什麼 但是可能客人問說 喔最近你捷運站在哪裡啊 你不可能說 我不知道 我帶你去櫃檯問一下 這樣很顯現你不是一個 專業的服務人員 而是你是一個 會推卸責任的服務人員 你會覺得說 喔我的工作人員 只是送行李而已啊 沒有 行李員工作人員 不只送行李 他還要負責就是 幫忙 了解到說 飯店附近的東西啊 飯店附近的資訊 幫忙分享給客人 當服務中心忙的時候 你可以主動去幫忙客人 或是看到客人需要幫忙的時候 自己主動前往去說 喔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嗎 有什麼我可以下勞的嗎 就是你像是一個白客全數 可能客人問說 喔他 九份好玩嗎 十份好玩嗎 你可以用你個人經驗分享 去分享給他 因為你會遇到 最多不同的客人的一個職位 你會到處跑 所以我覺得他像一個 行走的白客全數 那我的工作人員是 能撈著撈 有空閒時間學習 你要好好休息 還是 你這次來實習 只是為了學分 還是你為了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是 我個人的想法是 我來這邊工作了 有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年來 我真的只要送送行李 幫忙客人解決問題而已嗎 我就不能學更多的東西嗎 所以當時我是 我只要一有空閒的時間 我會自己去跑去 服務中心櫃檯裡面學習 櫃檯裡面可能要做的報表 或是打給客人的英文信 要怎麼打 格式是什麼 你只要趁著自己有閒的時間 你去問 他們都一定會教 所以不要覺得說 我只是一個實習生 我能做的就是這樣 你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實習生那個角色 你的心態很重要 再來是我的實戰經驗 因為我工作原則是 人撈則撈嘛 然後 我就去服務中心櫃檯 學到一些經驗就是 在幫客人想事情之前 你要幫客人解決事情之前 你要想在客人 之後 不能客人說什麼 你做什麼而已 那一條龍服務的就是 因為我有一次服務經驗是 有一對客 有一對夫妻來玩 他玩三天兩夜 然後 他第一天來的時候 行李師傅我送的 也是我帶他去櫃檯 check in 到之後 到房間的時候也是我幫他 介紹房間介紹 他就說可以幫我介紹房間嗎 我說可以 然後 我房間介紹完之後 他就說 那可以就是 告訴我附近有什麼好吃嗎 因為當時時間是兩點多三點多 在台北比較多東西 比較店面 比較多店面是關起來的 我說那我們下面有一個cath room 類似麵包房的地方 可以先買個麵包 直直餓 那你晚餐想吃什麼樣的菜式呢 可能是泰式 台式 還是韓式 之類的 大家告訴我 想要吃什麼的時候 我馬上去幫他做定位 然後並告訴他說 幾點之後 兩位是可以的嗎 他們說可以 然後他們感覺說 嗯 你怎麼 就是馬上就可以幫我行動說 喔我想要定位啊 然後你就可以馬上幫我定位 他們覺得說 哇你怎麼服務這麼貼切 再來第二天的時候 是 他們那對夫妻 一早起來就出去跑步 然後跑步回來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回來了 我就準備兩條毛巾 跟兩瓶水 跟他們說 喔你跑步回來辛苦了 那 可以先喝個水 那上去的時候 趕快洗澡 就可以準備用早餐了 他們覺得說 哇這個毛巾跟水明明就是 我沒有設想到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會出現在我面前 你要想在客人之後 你可以做好更多的服務 你要觀察客人的小季節 是需要什麼的 這才是你 最完美的一個服務 對 然後再來跟大家介紹 我的逆境中求生存就是 當時我其實遇到困難 我是申請基因計畫 但是 我 並不是基因生 但我 那時候其實有點沮喪 可是我覺得說 喔我不是基因生 我就真的不能做得更好嗎 或許 我 不是基因生 我才不會有這麼大壓力 我可以學的東西 比基因生更多 只要你想 學 你就可以繼續學 或許你到時候做的東西 可以比基因生更好 那他們就會很後悔說 喔我怎麼沒看到這個人才呢 所以我覺得說 你只要改變你的心態 一切都會好過 不要覺得 永遠只是一個 基本的實習生而已 你盡量去學 成就的是你自己 回饋到也是給你自己 然後再來是實習回饋 經過我是個行李員 但我做的往往不只是行李員 我可以做自己個人的服務 可能跟客人介紹說 那哪裡可以吃飯 哪家飯店好吃 哪個品牌 你可以去買 然後什麼東西比較好用 可以給客人推薦 但不是給客人 這是絕對性的建議 是給他選擇性的建議 就不要只給一個 建議說 喔你就來台北 就去吃鼎泰蜂就對了 不要 就是給他們說很多的想法 可能問他想吃什麼樣的菜式 這往往是跟行李員 工作是最不相關的 因為行李員 大家都覺得說他只是負責送行李 行李工作居多是沒錯 但你可以做的東西 不只有送行李 那我還有一句話是想說 品牌塑造了我們 而我們去成就的品牌 今天品牌給我們是 我們是高 高度的高專業的服務人員 而我們 也是成就這個品牌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 我們真的成為了這個高服務的人員 可以給客人更多的回饋 讓客人的回流率更高 客人更喜歡這個品牌這個飯店 然後 總結回歸是 透過學校那些管理課程 再上一些我個人的實習經驗 還有續學會經驗 我想要成為一個 思想更完善的管理者 我覺得說 在基本上 恩 如果都會了 那你一定會想要說 如果 在我做基層的時候 在管理層面的人 有些思想是比較不完全的 那如果我是管理者的時候 我可以去怎麼改善 因為你 之後你了解基層的痛苦 所以你可以去 透過這些課程 像我就是透過這些課程 這些經驗 讓我覺得 我更想要成為一個 思想完善的管理者 好 講那麼多 再次跟大家講述我的 心得跟收穫了 那我心得最重要是 心態 不論你是在實習 或是在習學會 帶來什麼樣的方法 或是面對什麼樣的困難 你的心態是什麼 我只有一個要點 就是當挫折來臨時 就是 Change your mind Open your heart 改變你的心 打開你的心法 你只要想法改變了 可能挫折來了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挫折 你把它想成是 另外一個機會 可以讓你去學習 而不是說 喔 困難來了 我就是不解決困難 我就低落在那邊 我就不要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 挫折來臨時 你就改變你的心態 不要覺得說 喔 它是一個 失敗的點 而是 另外一個成功 你離成功越來越近了 所以 所以大家 聽句話的是 Change your mind open your heart 再來是 再次認識自我 透過那些 實習經驗啊 社團經驗 再次認識自我 我想要成為 就是更上一層樓 讓自己變得更好 讓自己可以 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讓自己不要永遠 只是局限 在我之前所學 而是我想要更 加往上爬 然後學習到更多的東西 這樣才是對我自己人生 最有意義的事情 那 尋找未來的方向 從迷失中 我想要找到什麼 我給自己其實是 我會從事相關 服務相關的行業 那打破旅館既定的印象 像有些旅館 有些工作可能 或一些主管 是從別的地方 空降下來的 可能他對這個 行業的基礎都沒有 可是他就可以做個 管理階層 的人 為什麼 你一定會覺得說很不公平 為什麼說 喔他就可以這樣 突然間來到這個飯店 然後當我的主管 我覺得他不公平 他什麼東西都不會 所以 如果是未來的我 我會從事相關的服務工作 不一定是在旅館 我想要打破台灣的既定印象 我會堅持是才是數 誰適合做什麼事情 你真的適合這個職位 就一定會讓你去這個職位 而不是 會空降別人來這邊 然後再來是 住人為快樂之本 就是 服務真的是我的天性 我個人 只是為了服務而出身的 我會散步快樂散步愛 微笑真的是打開 人與人之間的第一道門 你跟這個人算不認識 你先點頭微笑 那個人就不會 擺個錯誤說 欸你幹嘛這樣不認笑 不會 你是親切的微笑 他覺得說 這個人是很和善的 他是可以溝通聊天的 所以你必須把你的快樂 你當時可能遇到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你可以把這個心態 這個心情 分享給其他人 那你分享一個人 一傳十 十傳百 大家都傳出去之後 這樣每個人都會是快樂 所以 拜託就是用你們的微笑去渲染大家 再來是想跟高三我說要即時行笑 在你的人生中很多人是過客 但在你背後支持你 是家人 他們不是過客 很多會覺得說家人對你的好 都會是理所當然的 但請記得他們對你的好 不是理所當然 而是他們想真的為你好 真的是為你著想的 所以當你們遇到衝突的時候 請好好解決 而不是 吵架 然後就離家出走 一定要好好去解決說 這個有沒有可以溝通的方法 那溝通 鬥出協調結果是什麼 我希望大家可以對家人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孝心 因為畢竟 一個家養你也不容易 但你回饋 給他們 是要離家出走 還是可以做好行銷的動作 請大家想想 那你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儘管大家可能會聽我的講座 會覺得說 你講座感覺你透過你的序學 會透過你實際經驗 你找到很多人生方向 你感覺很完美 可是 其實在成為完美的人 每個人都是 在成為完美的人之前 他們都會迷失自我 最主要重點是 你在迷失的時候 你有把自己拉回來正確的方向嗎 如果你沒有拉回來 你的人生差路又是好幾條 你會越繞越遠 越繞越遠 反而會離開你自己的 原本最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 你後來想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你真的了解自己了嗎 透過我的講座 你能更了解高餐 更了解旅館系的嗎 或是更了解你自己的嗎 那 這邊 南京隔音門的林經理 想要送給我們一句話 人生定位及努力 是一樣重要的 我們謝謝南京隔音門的林經理 那以上是我這次講座的圖片來源 那謝謝大家來聽我的IOH經驗平台分享講座 謝謝大家 我已經或者說得很好嗎 謝謝大家 вз attached 總是很透露